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唯一的方法吗?有没有其他方法呢?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动动脑吧! 首先我们先来看PH值的定义 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测得容易的氢离子浓度 你就能够知道PH值 那我们就来动点手脚 首先我们加入嗅甲分率指示剂 让容易成色 嗅甲分率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三本甲丸延伸类的染料 常作为酸减指示剂 PH3.8以下是黄色 PH5.4以上是蓝色 介于这中间呢就是绿色 嗅甲分率在水中的反应方程式如下 由这个反应方程式我们可以看出黄色锈甲分率我们简称酸氏 蓝色锈甲分率我们简称碱氏 它的KA值是1.6乘以10的-5次方 既然酸氏和碱氏它们都有颜色 那就可以使用分光光度计来看一下酸氏锈甲分率和碱氏锈甲分率之最大吸收颇长图谱状况和西光值 然后可以根据比尔定律 颜色越深表示该颜色物质浓度越高 而且和西光值成正比 能知道此代测液体之酸氏锈甲分率和碱氏锈甲分率的西光值就可以推算出它们的个别浓度 这样就可以进一步得知氢离子浓度 如此一来即可得知PH值 那我们先来认识分光光度计 主机、荧幕、样品槽、笔色管可以叫Cuvet或Cell电脑 SP880全坡长分光光度计操作使用方法 首先将主机SP880仪器电源打开 暖机15分钟以上 仪器的荧幕上会显示PCMODE OFFLINE 表示仪器已经开机完成 并且在等待PC连线的状态 点选电脑桌面上的SP880MAT的功能 按滑鼠的右键 选择以系统管理员身份执行 点选下去 程式执行后会出现一个Comb Port Setting的对话框 连接附预设在Comb 2 使用者可依实际情形选择Comb Part 按下Port Open 钮 状态列会有OFFLINE的字样改成ONLINE 即表示连线成功 连线成功后 状态列会显示SP880目前的颇长及读值 并且持续读取资料 使用者可看到OK显示在状态列上 并且其后的点点点一直的变化 这样表示目前仪器与PC持续的连线中 画面由上至下分别为软体抬头 Menu列 工具列 状态列 其余部分为资料显示区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如何使用这台仪器的全波长扫描功能 也就是Spectrum 首先请将滑鼠移到Menu列里头的Function 点选下去 选择Spectrum 打开Spectrum的功能 此时会显示Setup Spectrum的对话框 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一些参数的设定 首先Start with Lens 表示所要读取的起始波长 Stop with Lens 表示所要读取的停止波长 Major Mode 量测的模式有吸光值还有穿透度 Low Value 表示你的Y轴的最低值 High Value就是Y轴的最高值的设定 Scan Speed 是每分钟多少个nanometer的扫描速度 根据实验的要求设定完毕以后按OK 接下来我们选取Setup Spectrum的第二个功能 Option 点选下去以后 由上至下分别是选择是否自动将资料缩放至最佳刻度 下一个是选择是否自动搜寻Pick点 第三个选择是否自动搜寻Valid点 第四个选择是否让线段一直覆盖上去 我们全部都进行打勾 都设定完毕以后 接下来进行实验 首先先以纯水进行归零 我们可以按工具列的0A 也就是ZERO按钮 归零时间大概要20秒钟 归零完毕以后 在状态列会出现OK 完毕以后接下来放入我们的样品 样品放进仪器以后 请按工具列的RUN 这样它就会开始进行全坡长的扫描了 接下来我们先将这些所有原始数据储存 请点选File Data Export to Excel 存档的档名一定要是英文或数字 绝对不能有中文字哦 存档成功以后 萤幕会告诉你存档的位置 麻烦各位同学记下来 根据实验设计 配置三杯一体 分别是黄色溶液含0.4M盐酸 蓝色溶液含0.4M氢氧化钠 缓冲溶液就是今天的代测溶液 要得知它的pH值含0.1M促酸钠缓冲溶液 详细配置方法如课本所示 秀甲分率浓度为1.4乘以10的-4次方M 好的 我们可以开始进行实验了 仪器以纯水归零后 分别将第1、2、3杯容易进行全坡长扫描 可以得到以下数据和图形 这是第1杯酸式秀甲分率光谱图 配置第1杯的目的是要得知 酸式秀甲分率的最大吸收波长位置 因为在强酸的条件下 可使溶液中秀甲分率完全以酸式形态存在 便可单独测量酸式最大吸收波长为444nm 如红色箭头和其木耳西光系数 使其不受碱式存在的影响 如紫色箭头可以降低背景值 第2杯碱式容易也是相同道理哦 其光谱图可读出碱式最大吸收波长为616nm 如红色箭头 以及它的背景值如紫色箭头 第3杯代测容易 由于是绿色 显然它是由碱式秀甲分率和酸式秀甲分率 共同造成的混合颜色结果 也就是蓝色物质和黄色物质混合构成绿色现象 在这里插画一下哦 今天这个实验很像一本有名的儿童绘本 小蓝和小黄的故事场景哦 现在我们来看看透过分光光度计的全波长扫描 绿色物质是由多少比例浓度的蓝色物质和黄色物质所构成了 这是第3杯容易的光谱图 果然是双坡峰 碱式秀甲分率和酸式秀甲分率 最大吸收波长位置都有相当高的西光值 请看两个红色箭头处哦 我们把这3杯容易的图谱叠合在一起 可以看到6个很重要的数据点 如红圈处所示 透过Data Explore to Excel 我们可在Excel档案找到这6个重要西光值 分别以代码如荧幕所示 整理在此表格 这6个西光值可以整合出两个连立方程式 我们来看第一方程式 在444nm条件下 第三杯A1的西光值是由相对应的第一杯和第二杯容易中 酸式和碱式秀甲分率的浓度比例下的西光值 AA1和AB1加成效应所共同组成的 第二方程式也是相同 在616nm条件下 在616nm条件下 第三杯A2的西光值是由相对应的第一杯和第二杯容易中的酸式和碱式 酸式秀甲分率的浓度比例下的西光值 AA2和AB2加成效应所共同组成的 这两条连立方程式有两个未知数 是酸式和碱式秀甲分率的浓度 所以经解连立可以知道它们的浓度 如此一来带入秀甲分率在水中的反应方程式 可以得知这三杯容易的氢雷子浓度 并换算出PH值 哈哈 经过这一动动脑时间 我们终于得到答案了 但我想你和我一样都很想知道答案是否正确 不要做膜 我们只好把这第三杯容易拿去用酸碱度计测量一下 看看用分光光度计的方法 和用酸碱度计的方法 两者误差率为何 希望你能得到满意的答案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